我 你有了 哎哎 三个妈要进一步 要不给他来一点 直接割了吧 东西一会儿准备好了 拿钱过来取吧 我的目标 也是那么能碰的 你又是谁 我可没杀着你了 有人出呼个也要你命 乖乖受死吧 你搞错了吧 我怎么不知道 我是这么多钱呢 少废话 我还能让你四个疼快点 少废话 我还能让你四个疼快点 大小姐 你怎么来了 你要杀人叫韩宁 而这个人叫韩宁 今天要不是我来的话 你就惹下大伙子 对不起大小姐 但这次给的信息太少 还没有照片 滚 杰叔 把你帮我放了他 你知道的太多了 想要活命可以 我要把你的脊椎都打碎 做成一个 能够说 全部一样 放心 很快 嗯 吴小姐 我传言说你已经和张家大小定亲 但你现在就在这里偷男人 看一下吴家的生育吗 吴小姐 你在天台中的男人 是什么 钻子吗 我作为婚妻 在天台上享受二人世界 违法了吗 为了活命倒是有点脑子 正好 拿他来挡张家败类的婚室 反正他进了吴家闻 也别想活着 这车怎么接近 吴家自己去送上 吴家闻 想少掉 没那么容易 既然大家已经知道了 那我也就不好意思引完了 本来只要让他 在明天我妈的设计宴上 这样这样的 等你进了吴家闻 你会明白什么 这生不如死 你说那个吴家 就是南城最大的吴家 这是 是你自己想的 这人在明天啊 消息是你送出去的 你觉得 以你的能力跑得了吗 明天过来 我或许能保你 若不来 就此求多福吧 您上演 老爷听闻您家大婚室 是七喜万分 邀您重返家族 进任家主之位 欢迎后待在南城操办 韩家新家主进任宴 家主还安排了 金条五百根 陷近十个亿 韩式集团百亿合同 晚上送到吴家大宅 你何去告诉你 死老子 我在外边 就是被别人割腰子了 我也不回那个 害死我妈的家 他这些东西要给的 你随便 还好我用韩宇的身份 现在终于有机会 进入你家 说不定还会查出 谁要杀我 随便 查出了伤害我妈的凶手 臭小子 这么多年年纪见 都长本事了 还被吴家盯上 看来得助你一笔之力才行吗 人家怎么找不信 出去避避动呐 吴家在南城手里面 我都跑不了 男人 把他给我绑了 带去车人家 别人 师傅 不 进了 走 死丫头 你就彻点绯闻 就想跟张绍退婚 做梦 你那个野狐人呢 怎么没带来 他要是来了 看我怎么弄死他 你这么想巴结张绍 你嫁给他 你这么成熟 说不定他口味都动 你这四丫头 怎么这样跟我说话 我看你就是欠揍了 谁 你是谁 我们吴家 可没有叫外卖 就是你们说的野男人 他来了 你们闹死他吧 带个送外卖的回来 自己不觉得恶心吗 他的脸都被狗了 带回来的人 狗都不如 你的送外卖的 也敢进吴家的门 这的地板 都比你的命值钱 你狗为什么不求外卖呢 你也就是罗牙齐索 我觉得不劲 我的手 刚才还要弄死 南辰最大的冰箱 竟然是一群只会打嘴炮的脸阿门 来人 给我把这个不知死 坏蛋的废物 弄死 你能有什么事情冲着我来 欺负一个送外卖的 算什么本事 我想弄死我 现在是 你俩真喜欢上 你少死我 我只是不想欠你 你替我挡一巴掌的人情吧 你愣着干什么 这贱人想当出丛鸟 连他一块儿走了 看你们谁敢动他 听门吴家 今日跟一个送外卖的 有公约有地 我们老板赫密我 率众人 先来送上一份贺礼 是杀手界鼎鼎大名的黑死人 诸位请坐 吴家 各位 还是很有好感的 谭先生 请上座 您到了是谁 当年招我功夫的老头子 也有这牌子 你只需明白 今天在这里 无人敢动你一根寒 你去 张家大笑大 一百根金条 一个亿现金 十个亿盒 不及 跟路 包你爽翻天 长寿 你可算来了 今天的婚事 咱就定下了 既然定下了 那他就是我的人了 别老的赵 把他带着 妈的 在敲进 吴家的敲门庄 张少 你搞错了吗 他可跟我又有个气 就你啊 你一个送外卖的垃圾 知道为公鸡里什么意思 我一边去 为我吴家好事 唐门的人也保不了你 你们吴家大小姐身家这么不一样 再说了 你堂堂张家大少 这点东西 也好意思拿出手 说得清晨 你拿一个我看看 把东西给我送到吴家大少带来 行 演戏是吧 老娘今天我就陪你 我 你不要谁拿不出来的话 别怪我不客气 你别着急呀 你不就是想要钱吗 脑子最不缺的就是钱 宗家 真够热闹的 这不是上京台市的民族馆 他来我们宗家库 那真是韩家人 不可能 韩家人怎么会跑到这来送外卖 宗家诸位 我是代表韩家 来向你们吴家提亲 我还真以为是送外卖的废物 叫人来了 原来是上京韩绍来提亲了 大哥 恐怕韩家是看上咱们家心仰了 我们有救了 好啊好啊 抓起临门 恭喜恭喜 以后 我和韩家大少就是亲戚了 韩家大少怎么会看上他这种伙子 你个送外卖的狗东西 咱老娘嫁给韩家大少 先宰了你 我想各位误会了 我们家大少看不上他这种伙子 这些彩礼 是送你吴思琴小姐 什么 林小姐 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不认识你家大少爷 他怎么可能看上我 吴小姐 我们家大少眼光无刻 他真就看上你了 各位 我们家大少准备了金条摆根 现成石碑 韩式集团百余合同 向文家下聘名 林助理 你干的不错 你假扮林梦瑶上远了是吧 这么些年 你一直假扮我韩家大助理 现在又想搞一个假的舞了出来 野心不小啊 你是谁 我是谁你都不知道 他假冒韩家人 我就是韩式大少 韩宁 而这位 还是真正的 肥帽子不小 敢在我面前冒充韩家人 是不是真的 他一个电话不就知道了 喂 你真是 家主 这有人冒充您的儿子 他敢跟您视频来确认身份 你是谁 顾佳把亲事定下 开拓放在城市场 你放心吧 爸 我一定能坐虎 尼尔 不要快对你韩式继承人的事 您好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草 你是韩 那我他妈是谁 接到消息 随上安宁的任务终止 骗子 骗了就算了我 差点就信了你 多亏了韩家亲自赶来 要不然真的让你这些假钱 还有假金票给骗到了 这些东西是真的 是这个假林梦瑶 冒充着偷走的 而我今天来啊 就是为了向 无私 你小子 挺亲 挂不得中旨的任务 原来是计划把我们砍战 好 你们联合起来耍老子是吗 别我的事 听说吴家是杀什么是假 这里有几只臭 我实在是爱你 想要得到我的东西 给你十秒 让埋伏在周围的狙击手 除掉他们 我的耐心是很有限的 时间马上就要放 立刻开枪 是 是 是 啊 哪呀 开枪了 这个名字一起打死来 老子得不到谁也没可能想要 这是你说的 开枪 把这两个人都给我打死 东西照样给你留下 哈哈哈 你是人系鬼 怎么这么的枪还没死 老子平时送外卖很危险 穿件防弹架不过分 想必你们吴家人 知道大厦 他们的威敏 他们都是长门子弟 堂门三大门规 一 不铁无辜之人 二 不仙不休 三嘛 若动门中之人 无事情规 必战 你都去哪了 卫之为 不管你这事 东西都下了 立刻 你偷我一下试试 卫之 今天就先到来 这个账 慢慢跟你算 别走啊 刚刚让你滚 现在说走 我警告你 我可是寒家大少 动我一下试试 别说我要动你了 别说我要动你了 用这点本事 怎么 死了 这暗器可除了毒药啊 十分钟之内没有解掉的话 神仙也救不了你 哎 我可什么都没做啊 大家看到了 把解药给我 想要解药啊 但你还没毒发 站着 我就给你 老子今天才不管你是哪家大少 你敢逗老子一下试试啊 你最好今天乖乖让我走 不然我一个电话让你们张家我的 可以呀 你从小 想到这寒家大少 空白错 我 我 啊 妈 还想还一表 这次我可不敢保证 还有解药 你给老子等着 这些人保不了你一辈子 改天老子让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就这样放不住了 当心法 报不了几天 把女哥求我 喊你啊 你过来 老子弄死你 别喊了 人都走啊 你这臭送外卖的 老子照杀不误 这 东西 人立刻 你以为有堂门罩着你 你就了不起了 告诉 老子干爷爷是玄门门主 三天后 玄门传承大姐姐开启 留他你就来 你试试老子能不能弄死你 老子 你叫老子去老子就去啊 你闹路没有 你只不过是唐门的罗罗 也以为可以在吴家四一旺门 这里就被我们的杀手包围了 你要试去 赶紧给我 鬼 我说我就别硬撑了 刚才还要击杀我呢 现在让我滚啊 没错 我就是他们那个狗狗 怎么样 我还就不走了 我就要看看他们的狗狗 还是你们吴家的枪里 动车 都是什么年代 你们这一轮全球连笔多枪 唐门 只不过是一些守旧的小丑罢了 唐门厉害 唐门 这些人 这都是唐门厉害 你到底和唐门门主什么关系 唐门门主是我儿子 老子是他一父 你到底是谁 说实话 我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谁 没想到他真的能摆平这些事 身份又如此神秘 也许他真的能帮我 我不管你是谁 今日你吴家的仇结下来 在南城 凡是得罪了吴家的人 没有人能够活得下去 你想着送外卖的时候 注意点 可真是有趣 吴家的仇人 要娶吴家那小 南城家话 走 你这样去 好吧 唐门精锐 认为吴家就没有精锐呢 我和你领证 是因为你以前把事情闹大 所以你得保护我 不过我会让你白做的 我会养你 你不要有非分之下 行都听你的 要不是为了找害我妈的 你以为老子找个主 你要是想在我家里住 就给我把这个假的 灵萌摇处理掉 你 她是唐门派来监督我的 这唐门规矩 把她赶走的话 那唐门总帮她们 那就让她在家里当用人吧 哎 你为什么要跟这个女人 是什么关系 还有那个唐门这种事 现在也乱的 如果你放心吧 我一定能解决这问题 干吗 拜你俗诗 讲办事后的合作企业 明确表示又克罪 切我们得罪的上清韩式 本来都很顺利 是那旁门的家伙 坏了所有的事 他现在是 李思琪的靠山 你借我精锐的杀手 我要令你三天后的 绝对传声大力 除此交通家伙 你借 不必除掉你们送外卖 不知其无价都对 顺手 被错掉了 思琪 这个废物 没对你怎么样 今天唐门的人 保不了你了吧 还要到国家晚上 肯定会睡好吧 这脑心的痛 是什么 你们耍我是吧 老子去医院检查了 内毒现在还在我身体里 你给的解药也不够 这毒药特殊 得跟三次解药再去 那 这第二瓶 不过就带着了 今天我没复门你们了 你要不把上间那两瓶洗药给我 你的女人啊 就活不到你 唐门规矩 三次解药 三次 你杀了他 你拿不到最后 豆河 这可是无视其专 总监给那女士 你再动手 这瓦子几百个案情 随时要闹 不过呢 他们还有规矩 要拿到解药 必须听这考验 我看你身手不错 不如跟我打一架 你要是赢了 我再给你 哈哈 哈哈 救你啊 救我 不过 你也先让吴四齐出去 不然他在里面 这案子随时待遇 先把他带上去 本少爷今天 吊活狗 好寂寞 我 说吧 你到底是谁 谁判你别说话 有人抓我半夜喊你了 把我把它吊死了 顺便做了 咱俩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 他借我给我 以后我不会再装你麻烦 那我倒想知道 那我倒想知道 那个是谁 神不知道 我们都是在线上交易 行 你可以离开 但是你上面的人是在你暴露里 肯定会坐着 正好我也在找韩丽 你可以继续背 但一切要听我的事 如果我不瞒你 你活不过三个人 你是 上交 你 STRENGTH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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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小心 我 你看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不要把你拼了 另外 我要你想方设法 去接触你的美国人 查出道具 小子 您交代之事 回头做好 放了这个小娘们 等老子把到第三层前 再想办法做就真狠了 套手就取而代之 真正寒家大哨 我们走 你没事吧 现在是盗标请你老公来了 只是明天悬门继承大典 我需要一个保镖吧 而且悬门门主做人对我有恩 他过地的曾经 我不能去 这老头什么来的 悬门在江湖地位中 与唐门不相成家 京东风水玄学之书 而且 他们多次把我家画起了位置 你不是 唐门门主的义父吗 你不许问我 唉 我随口吹牛逼的话 你也信 但是张瑞杰这废物人在 作为你老公 我必须 我警告 咱们两个人只是同城中戏 你不要准备 你不要准备 我 东郎 感谢您这些年对我家的证 别不信了 不好 别打开 把金业酒精 有照顿 臭啊 我帮了你们姑娘那么多 现在竟然想大 思雨 不是说了 一定是有人雕化了我的理由 我们无家绝对不会这样对您的 知道 而且我还知道是谁 想对我下死手 宣门和唐门 百年来是仇不断 这本是独共戴天 现任唐门文主 更是与我有 夺妻之恨 慈悲之仇 而今天 在座的唐门人士 只有这个 唐门门主一副 够送外卖 结合唐门阴 现在还要炸我干爷爷 你是活腻味了吗 老爷子 唐门门主这种屁话 你也信 我看你就是为了 给张瑞杰这个废物铺头 他污名 你玄门门主的老脸 不要啊 我玄门 一向是有仇必报 既然今天南城的各大门派 都已到齐 按中门的规矩 谁先杀了这个臭顺外卖的 替玄门复仇 我便收他为徒 继承 从门主之位 试炼开始 那就是谁吧 这群損祸 你们不敢 老子亲自杀 干爷爷 我要以玄门功法 弄死这人渣 为玄门复仇 接任玄门门主 好 那我便赐你 齐门遁甲 福禄 送你一臂之力 这传说中的 玄门齐门遁甲 不 就是有了这个福禄 可以转到获得 玄门齐门遁甲功法 非常清楚 你可不爱那个 今天老子就让你 见识见识 齐门遁甲 真是我的厉害 我见识你妈了个八字 不然是唐门进化 暗器你们俩 恶动真恶的 恐怕上级周围的宾客 也难分胜负 我看 就到此为止 难分胜负 好 我看你已经没想 我们真也说不通话 是我干孙子了 你输 我别输 展爷爷 你再跟我一道火 我保证我可以 谁 这个废 承认就好 你虽然赢了试炼 但是 我们两大门派之仇 还没有解决 老头 这世上闲天动物 好清楚的 而你 根本就不入流 宋外卖 话 不要说的太猛 我是要你 再接我一招 若你能接得住 我便情愿认输 今天你们全门颜面扫地 我本来想给你个台阶下 他还不要 那你别怪我不客气 是 老头 你输了 不过 我要让你输得心 这小子什么来头 连众人们主都 竟是暗器巅峰镜的气数 玄门现在乱作一团 张瑞杰不过是你找来背锅的 但如果把玄门 扔给这个宋外卖的 或许呢 其死为生 你可以离开 不过传承之事 我要跟你说清楚 你既然已经参与了试炼 又是圣子 那么按规矩 你就是下任玄门门主 老头 我对你这玄门可没兴趣 战爷 咱们不是说好了 让我来 江湖规矩 既如此 不认也得认 诸位 今日 玄门正是一主 今后 江湖上 任何悬门事宜 找谈语 哎哎哎 老头 你别语我不知道 你悬门都快奉不下去了 你找我就想让我背锅吗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 我藏门门主义父的名号 大家都知道 按照我的规矩 想让我接受你的能爱 那上任掌门 就得叫我义父 叫我生爸爸 我就接受悬门了 此事好说 不过 因为我今日并未飞出高下 赶的日 咱们再战一场 如果我输了 我愿认识一副 不过在那之前 玄门的所有事宜 必须站过来 你算老几 我让你个头 好了 该斩座 不用我跟你说的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连终于人格不是不对 而且 我当时找你来 只是想让你帮我挡挡封约 是 这两个人 加的两名之位杀手 你的礼物就是他们叫我 看来吴章消息 说 是不是吴章文派你们来的 把他的尸体锅带回去告诉吴章文 别做所措入非 有本事直接来找我 滚 怎么 他们连夫妻生活都要监督吗 我早就看出来 你看吴章的眼神不远 我看 你是些监督之名 来调男人的吧 你是 我是宗人的村女宗人 也让我在决斗之前 一直看着吴章 接受他姐姐玄门的事情 并帮助玄门的主位置顺利过渡 他们他们就是这样跟我说话 前一天后 闲事换我好事 让我整下 哎 干嘛你所有精彩 务必求调你胡思琪和那送外卖的狗鸣 对 你干嘛你也太厉害了吧 接受了琴儿们的话肯定有救了 你就答应爷爷吧 好 接受宣传 不仅能有几百亿的产业 而且爷爷还答应 将我许配给你 我都结婚了 没关系的 我可以坐下 我很听话的 去 你还送外卖的 这可是你让我 大伯 不装吗 送外卖的 一屈子就连最想要的我也要回头 嘿嘿嘿嘿 你给人 上 谁还动手 我可是玄门尊人 而他是刚刚上外的玄门门主 你们要是敢动手 就是公然与玄门作对 玄门 将不把戏而已 在绝对活力面前 都是废 有没有带琴的对打风鲁 快给我一张 开枪 开枪 老大 这 你们胡椒是养的群猴子吗 一人一根香蕉 是吃啊 还是用啊 开枪 继续 开枪 怎么不敢 难道啊 开枪 不动开枪 老大 我身体不受控制了 开枪 那时候干了太多人 今天就是强命的时候 可爱 这个兄弟 妈妈 切尔西 主公 他们所有的律師都怎样 无死戚 我真没想到 最后过头 就是你冲满我 我已经按照您手的做了 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他們在哪了吧 要著急 這個送外賣 可是我吳家的女婢 竟敢當家裡對著幹 上家規 連著規矩都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 人老什麼事都不知道就敢結婚 我告訴你吧 這自己 吳家老啊撿來的記憶 這個連父母都不要的野種 當周遙二撿他回來 就是為了日後 賣其他家族當炒馬的 詩詩 照是這樣的事 你不要再說 你按照他說的做法 把玄門的資產都交給他 他會報了你 我會和你那個說 你做錯的事情 我會給你補償 敢定主意了 送外賣的不能留 親生父母現在在我手 三分鐘 殺了 我照顧 你剛才不是這麼說的 我都兩分鐘 現在下班 完了 留一分鐘 四季沒事的 你殺了我 但是你 還有十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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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遠 真的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我給過你機會了 現在 你更也見不到你親生父母 哎呀 我怎麼可能沒有辦法 你好看看是誰打的電話 不然你會後悔的 怎麼樣 怎麼樣 號碼熟悉吧 這通編畫出我想二次 對我女人做了什麼 十 九 八 七 十分鐘內放了他們 不然你就再也見不到你的女兒了 你 你 你好 您撥打的電話已關機 馬上 你要把動我女兒 立刻宰了你 你 你還有九分鐘 我這麼做 你不會生氣吧 怎麼會呢 你可是上僧還是大少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你做什麼我都願意 到底想要什麼 你整個五獎 你以為這點小把戲就困住我 你也太想看唐門和玄門 行了別演了 該你上場了 我就不信 張瑞傑是個外人 使用玄門秘法 需要俘虜 你一個正宗的傳人 還需要這些啊 七幻樹 其實你用江戸大守門小巷呢 你還有五分鐘 你知道你在做什麼嗎 不是是殺手集團 找我這整個華國各大集團 最黑暗的秘密 你想要五十 你敢得罪那些人嗎 得罪什麼人我根本不在乎 當時那些秘密 可以這麼說的 是你 親手葬送了我的家人 和整個韓氏 自己也活不成 你以為你是正義的一方 你太天真了 什麼意思 目標已經找到 五家一個不留 你的雪 這麼小的女孩 可惜了 等我成了真正的韩宁 我一定会给你扫墓的 不相似的话 快跟我走 到底发生什么 你不该针对吴氏 因为那样牵扯到的东西太多了 吴氏集团遭遇特大火灾 办公人员全部遇难 包括吴氏集团总裁吴丈文和他的女儿吴燕 吴氏集团总裁吴丈文和他的女儿吴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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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起来 吴氏集团是南城地下的盛会 少数人知道他还是一个杀手阻止 但其实吴氏集团是几个家族半年来扶持的 专门替他们做肮脏事情的阻止 这些家族拥有的失礼 不是你我能想象的 你就是说吴湛文只知道魁人 他一天24小时都活在监控之下 任何可能威胁到这些家族的事情 都会被直接扼杀 你想要窥探吴氏秘密的举动 早就被人见识 才到着了后面一系列的问题 那杀害吴湛文的到底是什么 吴氏集团真正的内部 其实十分恐怖 每个人都在互相见识 而整个集团背后 还有一个专门监控他的机构 他们可以对任何人下达至令 杀死任何人 那才是吴氏背后的权力 最高层 从你一开始借除吴氏起 我就觉得不简单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想要护士的尽力 谁也不是 我只想找到杀害我母亲的凶手 所以你 反正现在你的生死 只能自求多福 思琪 我们走 你待在这里不安全 我还能去哪儿 这是你亲生父母的周旨 你自己孝心 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那不我们去收拾你 谢谢 韩允哥哥 你这下可以考虑接受权分了吧 是 赏金函事 怎么有心思 在关我们南城的事 吴氏集团的事啊 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 要不是我们韩氏出手 没让你们那些肮脏的秘密 套路出现 你们还有机会坐在这儿 吴家和吴氏啊 看似已经被清理 但是你们知道 在背后做这件事的人 是谁 这个人我认识 在前几天的 玄门传声大会上 东人强行把门路之位 给了看 此人不仅与玄门有关 还与唐门有关 他更是假意和吴思琪结婚 随后就发生了 吴氏集团被清理的惨案 恐怕吴氏集团那些机密 现在已经到了他的手 这其中 还有我们韩氏 玄门 强行收拾了他 我看 宗人这个老不死的 还不死心 再想继续与我们作对 这个人啊 已经进入玄门堵了起来 我们韩氏 不方便出手 若是几位 能除掉死 我们韩氏 会给你们带来 数百亿的 近期大笑 玄门 我们早就想解决了 现在看来 是时候啊 我还记得令你 嗯 我叫你 没见你 啊 啊 你还能够 啊 你还能够 我还能够出不去了 那怎么回事啊 玄门就是一个正法 一旦正法开启 不禁我们出不去 万人也进不来 你是说老爷子被控制了 玄门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个是爷爷为什么非要你接受玄门的原因 如果你想要预留玄门 就必须处理这些事情 这个真是个落井下石的好地方 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很显然 就连爷爷也觉得我们可能应付不了 想成为玄门门主很容易吗 只要你能走到宗人的房间 门主自然是你 又是 上次不杀你 还有胆子 谁给你入气 这你不用管 但今天你的命 恐怕要留在这个院子里 宗人没告诉你吗 这正法不仅能困住你 还能操控一切 没有唐门绝国 你还算什么呀 这样几天跟我说这句话的人 下场都不好 嘴硬可活不了命 我以正法之名 命令你跪下 哈哈哈哈 可能 只有门主才有对抗陣法的能量 可能 怎麼可能做到你是不是忘了 我現在就是玄門門主 不 冒犯門主解除謀反 按照玄門門規 該當何罪 死罪 啊你們還亂著做什麼呢 有受 玄門還有嗎你 堂主有一票否決 是涅槃 果然是你 你把我爺爺後父親怎麼樣了 把銅牌交出來 我告訴你如果不交 我可不敢說能發生什麼結果 啊師兄如果沒記錯的話 這輩子你沒贏過我吧 你 那這這 這這東西怎麼用啊 用意念小女要做的事情 放竹 這 我已經把他們放到 政法以外了 你放心他們進不來 我們去找爺爺 好別讓生動機器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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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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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照顧我唐門主要的 wie 謝謝 怎麼了 謝謝 這 然 快看看门主的装饰 你要的麦香 你不是塘门的人吗 你有没有怎样 当然有 但只有一瓶了 因为这个毒 就是之前冥在韩宁身上那种 现在根本没有材料可以配 就钻石酒 汤应该也撑不到你的身体 只剩就一个人了 解药给老爷子 快别耽误事件 给周孝雄吧 哇一见老妈 爸你要干什么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闲门 你不是说 我这 爷爷 你不是说 先给你爷爷和家人用吧 难道说 你早都已经看出来了 没错 在这个时间 用这种手段的人 恐怕只有狠 他现在 应该是彻底投靠他的上下 现在在想方设法的找解药 那你给他的是真的解药吗 当然不是了 我都识破了 肯定不会给真的了 老爷子 实话跟我说 悬门是不是去钱 悬门 以股东交易 为主营收入 由于内部 出现了住处 到这宣门的好几笔大丹 出了问题 也无法出去 我担心 中校被有心之人利用 将我们当成 将我们当成 瓮中变 这个别担心 他很快就会回来 我想他还是被人利用 拿解药去放钱 不过那瓶解药其实是毒药 现在真正担心的是汉尼 他会利用他手上的铜牌 你们就怕的对付 真正担心 使父亲 请 请 告辞 让韩宇那个王八蛋借电话 给我的到底是什么药 不要 而且是今晚会无法身亡的那种 你别忘了 控制阵法的东西可在我手里 你们的生死也一样 我也没说不给你解 你拿着东西来换就行了 谢谢 哈哈哈 怎么样啊好玩吗 安眠我只告诉你 要是敢这四季做什么 不保证活了你今晚 交换这种事情不是我的风 从来有两块 我现在让宗教会一起 也老老实实把两份解药都给你 不然同归于尽的这事 我也是做的不累的你 你是个逆子 你知道 你能做什么吗 我不会让你受伤害的 放心吧 我会解决好 解药给不给 封印能不能解除 我们能不能活下去 全交给你 你是学门中 对付韩宁不成问题 你给我记住了 门就学门了 只有我 不是他 是 是 封印已经解除了 我父亲他还没有回来 你们留在全门 我现在出去 现在对于你们来说 这是最安全的 我去找回你父亲 顺便 我有自己的事情处理 你不是说需要悬崩的悬柱吗 现在整个悬崩都是你的 你却要自己出去应对 因为现在所有针对的人都是我 你们只有留在这儿 我都不会分心 而且如果我真的 选择帮助的话 我会找你的 不然 现在你们出去 我们只会被一个端掉的 我对门主没兴趣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你们还要帮助我 你们的财务危机 我会继续的 我知道你说无事带出了什么 那这幽盘现在在哪 在一个你永远不可能找到的地方 你以为你不说就能活命吗 既然都是死 我为什么要说 你们老板没告诉你们呢 我坐着 说吧 他带我去哪 斗产大厦 15楼 老板 他们俩结账 我看你这样子 像是吃过酒 还真没有 不过 在死前我不做点有趣的事 怎么能安心的走呢 你还真是忠诚 就这样了 我还要为主人去死 还要为主人去死 这个世界上 只有两种种种 一种是心甘情愿 而另一种 是威逼利 我身后的人 不是你能用父的了的 行 那你就等死了 吴家没了 你想要的东西也没了 现在能给你真相的人 只有我一个 你确定让我死吗 韩宁 到底是谁派来的 我可以毫不夸张的告诉你 就是害死你妈的人让我来的 看我就不告诉你 那是谁 你杀了我呀 杀了我 那你就还真死不了 你给了我解药怎么样 我照样不告诉你 是不是 只要你活着 我早晚会知道 你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什么吗 你把所有你觉得重要的人 都放在悬门 可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人 只是你的弱点 想要除掉你 没批要跟你有朋友 而是先要找的女主 但我要对他们做什么 我只是个演员 我能做到什么 而是想要除掉你的那些人 做了什么 那我就不知道了 knocked 手势 盯紧优盘 一旦被使劲 立刻带人过去 割燒無論 這是在林大在過 秘密歇息頭我猜會用的符號 難道這個裡面 還有其他問題 你還說說 他買了手 發現這位肯定陌生人 沒有其他人 東西還不少嗎 你別忘了 外人殺我出身 我玄門大宅 不是外人想進就能進的 你們要呢 可以 用不著 好 韓宇 家主想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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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韩世内部的那些势力 不想让你能播放 我也不想 所以韩世也是一个无论无作的企业 对吧 我是为了能把这一切传给你 所以就连我妈都可以牺牲掉 任何权力斗争不可能不流血 要不是因为你无视集团内部的那些普通人 会死在大火里吗 你如果真想当个好人 那就把韩家拿下来 然后改变这一切 好了 记得给我钱 我会帮你找到这个东西 梦瑶 你最近就留在老爷子身边 这比较安全 你怎么这么折 是在悬门受伤了吗 天员是他 只是一个小伤没事的 我会招伤你家子 你放心吧 现在 在所有的县索 都指向 是这个人 拿到我们就看 但他现在已经在死亡 杀死他的人 也没能拿到我们就看 这人是吴家的杀手 你认识吧 不是 紫琪 你见过吗 好像是吴家众多杀手中的一个 有印象 但是 记不下去 在洞ик里 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先回吴家 问一下其他杀手 可以没有线索 尽快找到那个东西 那没什么事的话 我们先走吧 记得把钱给我 钱 来 把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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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琴 和我 我们从小的一个人生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训练 才令我们家只有我们小弟友爱人 才因为你的出现 我的最好的朋友都新鲜了 我去 你拿回去 拿回去给你的父亲 拿回去给你那个高傲的父亲 回去做一个富家公子 不 我要回家我早不回去了 我当初记录奴教我只想找回 杀害我妈的凶手 只是后来 喝了我发现我死不可以险在你身边 现在是 我以后也是喊 我不会是喊 我更不会是喊家家属 我也不会即使喊死了喊家 所以 我以后应该已经会这样了 听到我说这些 你不想跟我离婚吧 我认 女人还是物质 如果你不回到喊家 我们两个人 不真的要面对全部多少代家族的追伤 怕什么 他们的命牌 但 我就是感受 这一杯 借我最好的朋友 在那儿 与我最好的朋友 在那儿 也不知道我那养父母一家 现在到底还活着面 不够随便 这一杯 敬他们 这一杯 敬在这个世界里面 失去的生命 我一定会找到 幕后的凶手 替他们报仇 谢谢 对了 这个 现在怎么办 已经收起来了 我想这个东西在常常店的 就会有一群人立刻找到我们 你想要的东西 我想要的东西 还有那些最我诠释的人 想要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 我们却连看都看不了 也不是完全 主要是要找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 另外 还得以为他没有联网的电脑 咱们俩现在这样的处境 去哪儿找这样的地方 我刚好有个这样的地方 感觉 我上次带人来抓你 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是啊 我都快忘了这个地儿了 怎么好 你觉得这个电脑 配不上我的身价呀 我这辈子想方设法地隐藏我的身份 过时的电子产品 就是最好的隐藏方式 我果然是无家的外缘 这些来赛琳娜都知道的东西 我却不知道 这些资料太经人了 难怪各大家族都要阻止它流出来 这一旦被曝光 是商界得洗牌呀 找到了 找到要杀你上家了 南辰谢氏家族 南辰三大家族之一 但是 这个看上去 好像和你没有什么关系 那我老爷子说的情况 也不难猜出 要杀我的一定是韩家的某个势力 这个谢氏家族嘛 应该就是下面的一个下属而已 想要弄清楚 到底是哪个势力要杀我 只有清除掉她的走狗 她自然会浮现出来 你这座名单最出门 这还不是少 这要是我们的底牌 可不能轻易拿出去 现在只能从谢氏入胜 我能把吴氏告白 就能把谢氏告白 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咱们两个已经穷途陌路了 你眼里怎么全是些二龙清少 我们现在要做 做的就是这个 斯林娜说的没错 这儿真的有你父母的信息 我要找的东西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你要找的就在眼前 为什么不去你 谢谢你 这儿我帮你敲门 你找谁呀 你还记不记得 你曾经抛弃过一个女的 怎么了老婆 你们先进去坐 我现在来我走 我这儿我穷途了 我只是没给你 他才能掌感じ 我等一下 我生灵状 我现在还是压转你 我亲自分生了 我一会儿 我容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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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有名字吗 当时你太小 根本来不及 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后来还试着去找过你 好了 我对你们的痛苦没兴趣 我今天来不过是想看看 你们两个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看到了 可然跟我想的没什么区别 咱们走吧 既然没有兴趣 那就进行笑一笑吧 他们真的来了 你们过来吧 等等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是谁这么恨你 连你亲生父母都要是买 那先恨你 你就是个灾星 当年为了生你 我差点难产就死了 没想到你还是个女孩 你知道因为你我在家里受了多少屈辱吗 把你扔进了阴沟里 你还能活下来 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但凡有点能力 我也不至于把你的信息卖给外面 还带回一个臭送外卖的 穿的人磨狗样的 我就看不出你是送外卖的 你也有脸回来啊 啊 就你这种货色 你就不应该活下来 骂谁呢 就凭你们这种货色 我就问死骑认不定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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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 真巧啊 陈哥南辰也就只有这儿能找出两对如此歹毒的父母 看来今天真是要双丧临门了呀 我不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 但是吴家就是因为你们才会的 要不是我们躲得快 早就和吴家们一起死了 自从这个宋外卖的第一次进我们家 我就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 可是此起 你到现在还一直都跟着他 好啊 既然如此 你就要承担后果 来人 吴家不是完了吗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 托你的股 股市虽然完了 但里面的资产已经被我转移出来大半了 我现在用不到这个剑 老娘 我有的是钱 老娘现在要做的就是 看你们怎么玩玩 你不是一直要寻找你的亲生父母吗 看到了吧 他们又把你用十几万块钱 又把你卖给了我们 你开心了吧 不见也不见 我现在要当着你的面 被杀了 让你尝一尝什么叫 人生无常 你来决定这些人的命运吧 我看你们还真是记吃不记挡 你们却忘了我用怎样的他们的招数 打下你们整个屋家 你不会真的以为 他们少到自己就敢来这里 上次在传承大会让你偷袭了 但这次不会 我带了这么多俘虏 就不信你能玩的作物 更何况 你还是一打二 哎呀 那你看 这些购 本来今天来这 只是让思琦看看亲生父母 没想到 还能一起把你们俩解决 别跟他废话 咱们先解决了他 回去 我帮你夺下悬门 到时候 用悬门的密法 加上你家的财力 整个南城 都会屈服于我们 你们就像前一天的我们一样天真 只可惜 你们没有述错的机会了 说了半天 我还是个只会用俘虏的废物 你们是不是忘了 吴思琦 可也是杀手处手 我家可是难成招式 知道这样对我会怎么样吗 我在悬门的势力 是你不能想象的 你动不过我 得罪完了我们吴家 我会亲生背了你 这人是一群可怜的仓 现在可真没时间给你浪费了 这要是一种 能让你们吃呆三个月的毒药 不过你们放心 三个月以后 自然 走 走 帮我好好搜索 我可知道 他的身上有不少宝贝 真有趣啊 我最大的敌人 三番两次的来找我 你就不怕我弄死你啊 我今天来呢 是跟你谈合作的 让我猜一猜 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从家 你受过于韩家的某个事 表面上看起来不错 但我猜 你一定会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做掉你的上家和我 以及所有知道你身份 然后完全取代 既然你知道 你还敢来找我呀 但是你不知道 你的上家到底是谁 只有我 才能帮你推进到这个城市 所以你跟我合作 就是为了把事态 推进到那个里 有点脑子 但想成为我嘛 这点脑子可不够 哎呀 我们俩的恩怨 先放一放 把利益放到第一位 现在你利用你的优势 把南辰谢债大小姐 勾到上 我就可以毁掉南辰三大家姐 到时候隐藏在他们身后的这个人 一定会出现 你终于意识到 你自己不过就是一个臭送外卖 现在没有人能在意你了吗 那你可真是个图 真正的大伤 从来不着 而恰论打得出头念 哦 今天晚上就是谢家寿宴 这是你接触谢家小姐的最好机会 当然 也是你装逼的最好机会 到时候 你要让他对你轻心 把他带到这个路里去 当然 你也可以不去 不过什么时候可以取代我 那可受不了 走了 妈的 我告诉你大嫂 早晚又取代我的事 我 你真要让我再给装家那个很大 我们南城三大家族是怎么起来的 就是靠着垄断 现在张家在连锁参议越做越大 我不管你们之间有没有感情 怎么对待它是你的事情 恭贺谢家族 五十大寿 我只是要你打入张家 替我吞并张家 我不想让另外两大家族抢到这块分流 一旦我们家族落过 你的衣服 你的包 你的豪车 都不拥 张家贺礼到 客送金桥一百根 现金一个亿 合作合同十个亿 这种穷深的东西 还好意思拿出去 我明明记得 他前几天去我们家提醒区 也是哪里这些公司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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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怎么着 就傻了 我贵 这难成就说他会有人一面 他们傻谁是 说 今天可有好戏看。 这谢世榕他要是不答应 就失了幸运 他要是答应了吧 他谢世榕的面子以后在南生往哪放呀 你真要我家里这么傻子 我们谢家 在南城还没有留到这种地址吧 闭嘴 老张 你就是在耍我吗 你放心 就我张家的视频 赶快就这么治好咋 还敢有脸来 我看你是没把我们谢家放在眼里 老谢 咱们明年不说暗话 你不就是想要我的产业吗 只有我们两家联姻产业都是别的 而我要只是后半生不被那个雷醉签注 父亲 你真要为了这个产业牺牲我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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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不会嫁给这个傻子 要不是你在外边乱搞 弄得现在生不出孩子 我至于这样吗 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嫁给傻子 给我们谢人家出奋力 你还想怎么样 你还想怎么样 哎呀 这看来这世家大小姐 没有一个能偷偷这样的原因 我真说 喊你八蛋 想什么来 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就一点杂味都没有吗 我宁愿从一开始就不是你的女儿啊 像这么漂亮的姑娘 你也吓得去耍 你们不想要 我韩家 有没有资格要啊 这么好的人家 能杀手太可惜了 我韩家什么实力啊 应该不用得去挣的 我韩家什么实力啊 我可以和你们联姻啊 能这么漂亮的女儿 生不了孩子怎么了 关中结代的事儿 随便找个人做了不就行了吗 他家族内部不就是这点破事儿 大家说是不是 是 你先破坏我和物质的联姻 现在又要破坏我谢家的孙女 我管你是不是上京的大哨 既然我过不下去 那不如我们一起死 好啊 死就死 开枪 这有恶心你吗 真是 丧心 等师傅到家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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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말 来人 这个疯子还有那个傻子 给我扔出去 你在南城的面子 所以我已經打不住了 這個女孩 我必須再查 你不要以為是寒假的 就能為損 你我不是這場遊戲的棋子 棋子也很準次 你只不過是個小的族子話 等遊戲真正開始之後 你就知道你有多愚蠢 我寒您宣布 與謝者交易一百億 這是什麼地方 你也知道 我是大少不能太過丈量 順便就住在這裡 那你帶我來這裡做什麼 進去不就知道了 這福禄真的快用嗎 放心吧 一般能量是最啃不了福禄的 你幫自己折腾吧 我得讓我完成了 期待與你決鬥力 我還是從一回聽說 有人欺愛自己的死期啊 什麼 怎麼樣 你看 我是謝怡 是南城謝家大小姐 我實名舉報 南城菜市 正市 兩大家族 各種出目清新的黑幕 老佑潭在謝士榮手中 他要害死我們 今天我發布在網絡上的黑幕 全部有著切實的證據 而且這只是冰山一角 後續 我還會幫助更能力 你草坡已經洩漏了 我怎麼想跟你交代 現在 只有先找到他拿回油盤 等去把損失降到最低 草皮 安城搜果 謝士榮這個人 不想讓事情繼續發展下去 就來謝士的會議室 其他為什麽 你 你 怎麼又讓你 誰呢 今天来呢 就是跟你们说这个事情 是 原来是你 你这个悬门走狗 你以为靠着悬门 他就能为所欲为 靠着悬门当然不能 但你也不想想 是谁带走你的女 是谁 是韩宁 我本来就觉得他另有所图 没想到 没错 我现在就是帮着韩家大少主事 他的意图很明显 就是拿下你们 南辰三打扰 你个小屁孩 还参与权力竞争 就算是你是韩家少爷 韩家想做掉的 还大于人在啊 这个问题恐怕不是你们现在该考的 你们现在该考的 就是你们的身子 交出公司 我们就会停止那些相关的爆料 什么 我试试知道有优盘这个东西存在 但是我要搞你们的话 真的需要优盘吗 我知道你们三个是傀儡 我有没有油盘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上边的人知道我有油盘就行了 反正现在视频也放回去 他肯定觉得优盘已经暴露了 反正你们也只能骑虎难下 你们自己想吧 是牺牲集团 让你们上面的人把矛头 转移到我身上 还是死守着不放了 反正啊 等你们解释清楚之前 我肯定会让他相信 这个要求是你们放出去的 原来是虚张声势啊 你以为我们上边的人那么傻 会相信你 当然不会相信我了 但如果是韩宁 以受害者的姿态 去告诉其他家族 是你们把视频放出去的 那他们会怎么想 更何况这视频中 还是你女儿啊 韩宁 要我们三个集团 到底有什么作业 没用 就是单纯想摧毁你们 顺便 调出你的墓口 你玩什么 还就玩你们还怎么了 这就是给强权当走狗的下场 要么死 要么一无所 我只是加快了进程 你们选吧 你这 哎呀 签了吧 我会给你们十二个小时的跑路时间 跑路 我们还能跑到哪去 签不签都是一个死 刘湛伟的下场 你也看到了 只要走上这条路 是不可能有好结局的 不想死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既然这条路走不通 那就换一条路呗 你什么意思啊 还看不出来吗 现在唐文 玄门和韩宁 都站在我这边 想拿下吴家和你们 没一如反掌 你们为什么不加入我呢 你就是个愣头青 你都不知道你要面对怎样的庞然大悟 你那些势力 跟他们没有办法对抗 所以你们三个 就甘愿你死 你要我们怎么做 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你 至少我可以保证 你们今天不会死 起来吧 这个房间里面 不会有一颗子弹打进来 可是我们的家人 放心吧 在你们进来以后 我让玄门把这个大楼布了个大镇 再把你们家人都接了进来 现在外边没有一个人能进来 现在还觉得玄门是雕虫小鸡吗 你让我看到我们的家人 我才能相信你啊 行 你想知道什么 跟你们接头的人到底是谁 这个我无法确定 说来也奇怪 我一直看不清她的面貌 就好像她的脸一直在蔫营中 是这样吗 对就是这样 那她是不是还穿着中山装一致 你怎么知道 除了街头人之外 你们还知道是谁在给你们下达职 大概知道是上京韩式的 但具体试试 这个我们无法确定 这个阵可以维持一周 这周你们就要不要出去 另外 你们只需要听候我的指示就行了 怎么样 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什么意思 想要数据到我想要的答案 我们还要经历 这个非常基础的问题 什么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 他们已经介入这些迹象了 什么 说起来确实要再急吧 自从上次在乌鸦他们出手帮你之后 他们好像确实再也能出现了 可以帮我守住这个什么 还在时间吗 只要他们在里面 幕后只能够尽快出现 我们四起 再出去调查 你问你 你拿这个可以自由进入战略 怎么 虽然你这么想见我 万伯就清楚解决掉你 原来我当时来抓你的时候 你不是想逃跑 你是在拿暗器 别说你要抓我 又是在天台上要杀我 我也没怕过 因为你跟 你跟Celina加在一起 也不可能杀得了我 对了 你的堂门绝学那么厉害 为什么现在出手 用的全是悬门的东西 而且你就算动手 用的冤也不会是金针了 你不明白 堂门的绝学 除了金针和你小暗器以外 其他的杀伤力太大了 你还记得宗人吗 他看到我拿出金花暗器 直接就投降 因为他知道 那个东西一旦发作 我我不堪设想 什么 现场除了我之外 其他人都得死 用这个手机能做什么 那找我师父呀 师父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 行呐小姑娘 把枪收起来吧 我这把老乌头经不起折腾 嗯不错 这小姑娘不错 我满意 这是我师父 我这堂门绝学就是他教的 爷爷好 哈哈哈哈 我要说三件事 第一 我就是堂门门主 啊 第二件 我不是你的意思 对这个名头 我很生气 还有 我也不叫老头 我在江湖上的称谓 是鬼影一首 那个就 还有最后一件事 也是你最想知道的事 你现在调查的那个人 确实是堂门的人 堂门 出于改变的时候 必须有人站出来 我现在老了 不能再参与这些争斗了 而我最初收留你的目的 正是为了让你 正是为了让你揭示喉 唐门 啊 老师 我会不知道我现在是全门门主 这是你的事情 你是唯一得到我真传的弟子 唐门 要么你揭示喉 要么你毁掉 反正我就要退出历史舞台 安度晚年了 哎 老头你太不服辞了 爸 这就是堂门 掌门的木牌 现在我留给你了 如果以后 你若是留着 以后只要亮出木牌 你就是掌门 如果毁了 唐门的命运 就与你无关 就由你自己决定 我 哎 毁了他 你的人生 一直这么负担 在遇到你之前 我人生可简单了 每天就是送外卖打游戏 我真谢谢你 你 没效果 啊 要不是没这么残 走 别上车 杨先生 请上座 我先来接你们的 去吧 来 小伯娘 男生 好 是目前旁边的二挂招 这里 这个乱餐的地方 很安全 你们可以在这里 在这个旁边 谢谢老师 对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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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共都不知以为我来 我就不打扰你了 到处了 哦 这么长时间 没想到吗 我们等会见 你是什么唐门门主啊 还是想给你上家当家好鬼 这个时代早就没有江湖了 再厉害的暗戏也比不过一支枪 顽固守旧唐门主一条 那你还说是唐门主 我们那些商人家族联合起来 门派才不如消化 那老头却因为我的这小子 把人训斥了我 难道我说的有错吗 我不管你的想法有错 你今天想杀死我 门师兄弟就是我 门门的门归你放 怪不得老头想要培养你 你们都是一个毛孔里的老鼠 能归要是真有用 那么现在最有权势的 就应该是唐门 而不是那些大家族 当然你还是觉得你是对 想要明是大家族 当之好狗 是唐家大哨 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 你以为老头 就看上你的能力了 那只不过是要你的出身罢了 凭什么你的人生 就可以平不清云 做什么都是罪呢 想不这样 出身父亲的人 无论不是多少 都是穿啊 你少拿你的出身 当你作格打劲 我从小是无家 吃过你 不比你少 一直看着 那我想你 给我灭掉无家 打下三大家 有哪一件事 看三大大上相 你现在说这些没有用吗 逃门和你的命 都是爽的 你出来吧 哈哈哈哈 我的人心 好结果 只有一个老头指示你 你是无论如何 你成为你两个门主的 可惜啊 咱家 想让你活着 今天 就时候了解一切了 你上次不是说 好难有那种可以杀死你 我才有罪 快哟 你还没找到你想要的东西 我在这个事情上 你今天有什么东西可以看 哈哈 你还认为我 咱们门主在死 谁敢造死他 这么多年 一直是我在门中 与你们相处 难道 你们真要为了一个素未谋面的人 而背叛我呢 再说最后一遍 动手 黄门门归 那 你们主持 当斩 你以为 凭一个惊慌暗器 就可以举到生事了 不非 你要不正直了 我读你 没有使用他的影子 你知道老头为什么 需要我来这般人 我不是你 因为我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失败上 而你 就是一个拿自己出身当把电牌的弱者 弱者 就是 你知道弱者 该知道的本体 只有真正的强者 才配礼物 躺着的奥底 白鱼 你只要为了门主之位 我要杀了全部都别骂 你要是人这点决心都没有 我说过 我说过 你还有点 为什么激发暗器没有伤到我们 这条塘门绝识到奥义 大道质解 大道质解 这 这不可不 康明最终的奥义 绝不是让暗器杀死一大片人 而是万军从容去敌将手机 不是只能发挥暗器的威力 而是控制他的威力 能控制一万根银针 杀死一万根银针 也能控制一万根银针 只杀死一个敌人 绝学本身无法解决问题 只有控制绝学的人 才是绝学的真谛 谁知道 什么 不吝吝 按责 这图的地方 都不回到你了 姐 是你爸我给你吗 怎么会好得这么快 他们不仅擅长各种暗器 还想冲神药 我这边正好有一些 治疗枪上的药 没事了 你今晚真的要去吗 我一直寻找的东西 我也就在那 在这儿就没有什么异常事情发生 没有啊 你遇到什么事情 那没事了 估计是我想多了 那在悬门大宅那边 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没有啊 自从 这门被你弄散了以后 整个悬门都清净了 而且也分手开启了阵法 外人根本进不来 哦对了 你什么时候进到悬门 也每天都喊呗 现在不是说这个时候 只好 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件事 你让林梦瑶去学院们送钱 真是太吸引你了 他们现在正在教授这件事 可我从来没让他去送钱呢 那不 林二 不用着急 是我让林梦瑶来的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知道你不想接受韩氏集团 也不想当韩家的家主 我不知道这场斗争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虽然我不希望看到韩氏 做到她的手里 但如果你要推出 我希望 你能有自保之力 你之前可没有这么放心 你要的钱 我已经交给林梦瑶了 悬门的投资 她也正在谈 悬门 确实有点本事 我觉得 这对你以后 很有帮助啊 即便没有你 我现在也是唐门和悬门的门主 你不要觉得你很厉害 没想到 你这么有本事 那我就放心了 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那我先进去 为什么这么动 家主早已失去实权 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谁的命令 我不能告诉你 只要我开口 我就会被做 但是那人让我给你带句话 知道你身份的人都已经死 你已经不是韩宁了 韩爷 快说什么啊 家主 非其死的 是不这样 实在是没有人保镖做的 但下面那个人 是这位师姐的命令主事 我就知道 从还在那部 过来还是 是给了我吃草回来 只是我不知道 在重变以后 不还能做什么 是不是自由了 我们应该要不到自由的时候 韩家没了韩丽 你还有我 就算最后我不要韩家 我也不允许韩家 落入这幕后黑手的手中 需要我做什么 你还记得 一开始你跟我说了 韩家继承业的事情 把这个信定下 把韩家家主去社交写发出去 我们试试 你面目不知 是他不是的是不是 他一定会写生的 你帮我公布一下 说玄门也会参加 及时审议 并且全力支持新的韩家家族 他们和三大家族 也会参加 他要什么意思 这韩家 就是我的 另外 找媒体大肆宣传 就说韩家继承的人 能确定 就是韩 他们以为 蒋韩明是一部妙器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那家伙已经成了 他们最后的阻碍 我听说你会怎么办 我听说你会怎么办 小小小 我从小就离家 其实跟他没什么感情 但是 是 我现在算是终于明白你的感受 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人 跟你关联 没事 你还没有我 那 下一步你打算什么 我在这件事情过去 我就去山上买栋房 再养一条梗 自己种菜自己吃 吃完就睡 你吃到自然的吃 那 堂门悬门还有韩食 你通通都不要 怎么 好不容易你起年 这 这些年 我攒的钱可是很多的 到时候 房子的样子 拿筋子吃 不错 没想到你我之间对决来的这么快 韩顶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如果你不能在燕湖上成为我 那你就只有死 这不用你祈祥 但你要小心 想阻止我 可没那么容易 你真的想好对付他的爸爸吗 肯定是你想不到的我爸 一定是你想不到的我爸 路西这么深吧 这一个人也没有 点给谁看呢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扮演你 而别人不行 那请问韩宁先生 我该怎么配合你 一会被我弄死的时候 就别反的太强了 这毕竟啊 这个世界 能证明你的身份 只有我 我可不想负罪感太强了 弄死你 只是我一个念头 现在呢 是我对你的恩赐 不过呢 我这个人比较心酸 说不对你一会表现好 我就把身份让你 我上 因为我是你最后的朋友 是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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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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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今天你们应该明白 该做什么 那是当然 请韩先生放心 你看 这么多人支持 真算是很大 别挺张 你的梦想很快就实现了 好 公营海城贵客前来 公营江城贵客前来 你看 这么多人都来了 唯独你主子没来 他们不会抛弃你 就算他们不来 只要我今天坐在这 我的身份 也无可辨过 好 那你坐在什么时候 你坐 公营上京韩家贵客前来 这就是离家多年的韩宁吧 对 他就是韩宁 家主去世前 听一听 韩先生 您离家多年 可能对家人不太熟悉 这位是韩续泽 是家主的帝 也就是一个三叔 三叔好 韩总 我们是需要等一下韩室其他贵客 还是现在就开始 再等半个小时 没人来的话 就直接开始 好的韩总 怎么样 边客里面有没有身份不匹配的人 目前还没有发现 外面怎么样了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也没有发现韩家的人 不对劲 什么意思 我现在不小客观服务 其他服务呢 你刚才说不对劲是什么意思 韩家老三呢 你刚才说不对劲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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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意思是 如果韩家老三这么有底 而且又没有带保镖 那就生命暗中一定有潜伏 咱们还没有发现 嗯 我现在不知道他的后手是什么 但是能来这的韩教人 一定不是看着韩明继承韩教人 肯定是在抢位置 现在成为完全的 发现一个异常资料的人 成绩吧 你不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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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 曾经上过无视集团的追杀名单 谁下单单 韩氏集团 直接下单 他就有缺 我们可以 做山关活动 这个人好像要行动了 你的右侧三点钟方向 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 不用 我都要看看他动手以后 韩旭在于什么准 你出手了 不是 他是中毒了 这不是他们的罪 没有这个罪人 没有这个罪人 各位无需惊慌 这位拼客身体抱恙 我们会送下救医 谢谢 你干什么 我们看了很多面监控 没有看到任何异常 他应该是之前就中毒了 之前就中毒 那为什么会在拔枪的时候 突然发作呢 他怎么会跳 也不是 紫禅 你帮我查一下 面灰厢的瓶装水 是哪里来的 有什么问题吗 稍等 林梦瑶本来安排的瓶装水不是这款 现在这款 是韩式机房旗下一个支笔公司的 而且我查了电控 本来的那辆运输装水的车 再放了就失踪了 思琪 你有没有喝这个水 我也就喝了 这水里有毒 而且是一种能够精准控制毒发事件的药 如此高科技的东西 只有韩式才会有 我们被韩式阴了 你有什么用的方案 控制毒素发作的装置 它一定是有距离限制的 最好的办法 就是把这些人全部撤离了 这大部分都是帮我的 我不能让他们伸出陷阱 但就算是现在 还是也能一直用这个控制他们 但是撤离这个行为本身 也无法保证 对方不会突然激发毒素 但如果一会儿 我真的需要你们帮忙撤离的话 一定要知道我们的 你放心 我都听你的 一会儿开始了 作为继承人 你得上去讲两句吧 感谢各位来参加我们韩家的继承宴 我没有什么想说的 我想说的就是 下任韩家家主 就是我 有谁不同意 有谁不同意 尽管可以提出来 看来悬门今天是来砸场子的呀 代表悬门全力支持韩宁先生 成为下一任韩家家主 我代表南城三大家族 全力支持韩宁先生 成为韩家下一任家主 我想大家都很奇怪吧 为什么上京韩家的继承业 会放在南城 就是因为韩家 有人想要抢夺家主之位 而韩宁先生 就是要证明他在南城 有着无比强大的后盾 我现在 以唐门门主义父的身份宣布 整个唐门将全力支持 韩宁先生 成为下一任韩家家主 如果 有人想要阻拦的话 我整个唐门和玄门 定将延程都带 还有谁敢不同意 这是哪我刚倒进来的呀 你要代替我 当然就要承受该承受的东西 小姐有些不对 哪里不对 周围虽然没有异常 但过去情绪中 我没有发现任何性能和车辆通过 显然后院安静 快离开中午 不好 苦无中苦病 南城的各大势力均一表态 不知道远道而来的各位宾客 有没有其他意志 韩总 您呢 这可是家主的长子 他的继承 不应该是理所当然吗 我没有任何意见 举双手赞成 只是这韩家 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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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他出现了 那个也没有什么情况 四七 四七 不用喊了 这个人 被我解决了 做了什么 做了该做的事情 只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 今天来是要处理韩家家主继承之事 我要找的是韩宁 又不是你 你私自设言 妄图强夺家主之位 韩室可是股份公司 你要想掌权 难道要经过股东的同意吗 你这么做 是不是小孩过家家 我是韩宁 韩家本来就是我的 我为什么不能要啊 你能把我怎么样 在座的各位 只要有人承认我的身份 所有人以后就会知道 我就是韩家家主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 看你才是那个 王主强国韩家家主之位的 韩家叛徒 就你这个韩家老头 哪敢一个人来 别怪老子对你今天不客气 今天这个家主之位 谁也别想在我手里夺倒 闭嘴 二叔 好久不见了 你终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韩宁 你杀害我妈 设计这一切因 会残害南家家主 这都是你干的 本来这件事没那么复杂 你要是从一开始 就老老实实不冒头 把家主之位给我 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你要记住 我最近死的这些人 都是因为你 你不要把你这些罪贵的家伙到我身上来 我从来就不屑于跟你抢家主 我想到的 只是杀掉了 给我妈报仇 至于你想到家主 是我给你就是了 那多没意思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 我还真想看 到底输得有多长 这两年让你 还赴罪赶着死去 我还要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 各位 我知道你们是好心 前来支持 这个连自己试水 谁都不敢承认的废物 只要知道 你们也是要为此付出代价的 你们的水中 这还是研发的定向毒药 只要我一声令下 想让水死 水就得死 就像他一样 要不下一个 我们就选 他吧 在我悬门面前 你一个凡夫属子 竟敢如此的造势 今天就让你试试 我悬门死咒 没用的 韩家 从异地的华国之巅 不是你这种 蝼蚁的秘法 能触碰到的 还不明白 你以为你离家之后 就变得多么的伟大 在真正的明媚面前 你那些江湖绝学 简直就不值一提 我今天就让你看到 是在乎的 一个个的为你死去 只要你杀死他 只要你杀死他 我想你保证 我们家也别想好过 这东西果然在你手里 我说过 什么家主 什么韩家我都不在乎 我要的只要你死 只要你完蛋了 那就让你俩一起去死 这些东西都被分 今天就算是我死 他的内容也会被发出去 韩文成就算是我死 你也别想活得痛快 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 就让我们一起上路吧 我们的另一个机构 帮我们的另一个人 我也要靠你了 你 好 你 我 可以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看来我这绝学你已经掌握熟练 而这鬼影一手的称号 你也可以继承了 老夫炼制了水中毒药的解药 大家可以飞一飞 多亏了老夫的拂纹子弹 不然你小子今天肯定会栽到这里 有学的东西还不少呢 你开始办吧